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需要有驾照 无照驾驶 这是违法行为 但无驾驶人的自动驾驶汽车如果上路 这又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呢 在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中 智能网联汽车是未来汽车产业决胜的关键 上海就提出到2025年 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 前景大好的产业 面对法律的禁区 上海会如何破题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今天是我们2022年 东海大桥捲远化 五车编队 中间三车主驾无人的第一次上桥测试 全长32.5公里的东海大桥 是通往阳山深水港 唯一的陆路集书运行道 今天是这家企业 首次在东海大桥上 进行五车编组 中间三车安全员不在驾驶位的测试 五车组队正常 安全员坐到后排 跟我指令准备开车 收到现在主包 正在驶向阳山港的重卡上 驾驶舱无人操作 安全员 也就是曾经的驾驶员 坐在了后排中间位置 观察路况 测试员紧盯着屏幕上数据的变化 如果这一五车编队 简缘化项目能够商业化运行 将提高40%的通行效率 节省近八成人工成本 我们五车编队功能的话 我们车车之间的间距 是可以缩小到一秒时距 可以使我们就是说 在高峰的时候 东海大桥不至于变成了一个拥堵状态 正如朱伟峰所说 五驾驶人智能网年车前景广阔 未来可期 然而在实际的落地和使用过程中 其遵循的现行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有点明确规定 驾驶人员需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才能获取到通行权合法上 五驾驶人智能网年汽车 是指车内不配被驾驶人和测试安全员的智能网年汽车 没有驾驶人员就没有机动车驾驶证 这显然与现行的道路交通法规和驾驶证制度不一致 目前东海大桥的这五车编队项目测试 只能每天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 在一条封闭通道上且有固定安全源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自动驾驶一直在说 它的商业价值的存在是取代人 如果我们仅仅是一直都有安全源测试的话 我们的商业价值或者商业化的路径就不存在的 作为中国汽车生产制造的摇篮之一 上海正全力打造产业规模大 生态环境优整体竞争力强的汽车产业集群 到2025年上海智能网年汽车年产量将达25万辆 产值将超5000亿 真实路况的道路测试 是无人驾驶智能网年汽车发展重要前提 但却也成为困扰相关企业的棘手难题 那么当时的话我们因为是没有路权 我们行驶到公开道路以后也就是被交警直接就难停了下来 那么交警当时也是比较头疼 你这个东西因为法律属性都不清晰 我该怎么处罚你 也都他们其实也是比较懵的一个阶段 就在黄寒涛 因为没有道路通行权发愁时 人被逼却被上路后 不知道出现事故后该怎么办而担忧 作为一家无人驾驶装备企业的负责人 几个月前他接到了一张无人驾驶城管辅助执法车的订单 但即便是获得了特殊测试许可 他也不止一次打过退堂股 让跑但是他真的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情况的话 他也是没有法律支撑的 所以还是会不放心 还是会揪着 我们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及相关的运输类的法规 都是基于车辆有人驾驶的 而我们突然将思维和制度跃迁到无驾驶人环境下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原来的支撑点没了 没有人的话 将来如果发生下那问题的责任怎么办 自动驾驶等级分为L0到L5 L1 L2被划定为辅助驾驶 L3 L4 L5才属于自动驾驶 复杂的城市路况测试 对自动驾驶算法的迭代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道路通行权 商业经营权 交通事故责任归属争议 却长期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商业化入地 这条被形容为 长期后续的超级赛道 亟待法律层面的破壁 转机出现在2021年 这一年的6月10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 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 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根据浦东改革创新实践需要 遵循宪法规定 以及法律和行政基本规则 制定浦东新区法规 在浦东新区实施 那么此次授权对上海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次授权对上海来说 意味着一次重大的制度红利 以往我们国家的特区的 相关法规的授权 都是先获批经济特区 之后再给经济特区 赋予相应的立法权 那么这次呢 等于呢 是在我们这个立法法 现有的制度框架 基础上呢 又做了一次创新 那么是对这个新区 它的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 给予的更大力度的一种 法治上的支撑和这个保障 民有所乎 法有所应 授权上海为浦东立法 为无人驾驶智能网年汽车 突破上位法 迈向商业化提供了可能 在上海市人大的前途下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 市交通委 市经信委 市司法局 连同浦东新区科经委 林港芯片区管委会 以及众多企业 经过六个多月的沟通碰撞争论 最终形成了上海市浦东新区 促进无驾驶人 智能网年汽车 创新应用规定 并于2022年10月23日 在上海市15届人大常委会 第46次会议上 表决通过 这34条没有一条是宣誓性 条款 用我的话讲 或许每一条都是核心条款 每一条都不可缺少的 这个是法律规矩 你在这个上面 就是依法可以行使 而不是说违法 这个产业是有巨大的市场的 我们都觉得在浦东 都是一个万一级的市场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 更好的引领作用 这部浦东新区法规明确提出 无驾驶人智能网年汽车 经安全性自我声明确认的 可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申领车辆号牌 取得车辆号牌的汽车 可以上路行驶 经交通部门审核同意的 方可从事道路运输 示范运营活动 并对商业化运营 做出前瞻性规定 这个文件很重要 因为这个文件里面会规定了 你什么样子的车 可以在什么样的区域里面上路 然后你的车应该又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 你有什么样的责任人 它相当于把我们的 这些一系列的车辆的 你的不同的主体 比如说政府的职能 企业的职能 甚至个人的职能 甚至还有运营 车辆运营单位的职能 都说得很清晰 从测试 营运 示范 到商业化 每一道坎都是很难 每个企业都在经历 这样一个孤独前行的负重 因此我们是鼓励企业 在加大产品技术的研发 迭代的同时 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测试的环境 让企业从测试区 封闭区逐渐到开放的 特定道路上来行 我们为他们要营造 更好的开放的环境 一个芳心为爱 却又深陷瓶颈的产业 因为一部法规 而彻底沸腾 而这背后 是上海的立法工作者 携手相关部门 在法治无人区的大胆探索 2021年9月成立的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法公委立法三述 专门负责相关 普通新区法规的制定 从动议起草智能网联车 这部法规开始 林奇这个专班工作组 总是这层楼里下班最晚的部门 我们来来回回的稿子也 进白稿是有影响的 从起草 一直到最后的表决通过 这中间的过程 应该来说是比较艰辛的 要让未来车取上法治道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 道路通行权的问题 作为我们交通管理部门来说 我们还是要坚持 不管是你是智能网联汽车 还是传统的汽车也好 你所有的运营活动 必须要有一个运营主体 来组织实施 在这个焦点上 大家还是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交通部门 也是主动跨界一步 实现的就是说 允许这些企业 跟传统的企业 传统的道路经营企业 进行开展合作 来开展示范愿意活动 而无人驾驶 智能网联汽车上路之后 如何保障安全 明确责任归属 这对于传统的管理模式 更无异于颠覆性的挑战 一方面 需要借助技术手段 通过高效的远程监控 给车辆双跑鞋 保障车辆 在自身系统失灵下的安全运行 另一方面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责任主体 如何认定 也一度成为立法过程中 各方讨论的焦点 有的人认为 相关的违法责任 应当由远程的接管人员 来承担 那么有的人 他认为 是应当由企业 来承担相关的违法责任 最终我们还是从立法 它更有它的适用空间的角度 最终确定了 对于没有驾驶人的智能忘灵汽车上路 我们是由公安机关对车辆的所有人 或者是管理人 依法进行处理 从产品目录制度到技术标准制度 再到责权认定 保险适配 数据安全 34条条款经验而实用 宣告着无人驾驶 在上海浦东可以合法上路了 尽管这一新规 要到2023年2月1日才开始实行 但以下 众多企业已经迫不及待 开始了新的布局 人贝妮最近不停带客户考察这辆城管执法车的工作现场 曾经只敢观望 不敢深入合作的客户 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人贝妮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了 这两个月新签订的合作订单 如今一项订单已经超过2000万 这些新的合同的增量 这次立法以后 我们原来都有一些客户 敢接不敢接的 现在都衔接上了 好多朋友都鼓励说 你同时孕育了两个新生命 一个宝宝 一个公司 OK的话我们就上电了 在临港的这间信息安全实验室内 武鹏与团队正在紧张的调试中 为了早日实现真无人上路 从新规发布那天起 他们便开始了一个时间的赛跑 我们就希望能够真正把这个东西 能够在 一个发令撑枪响的这一刻 那我们也就更敢于投入 然后在技术上面 也会更有针对性 然后为了全无人的早日到来 冲刺 而言像高宾团队的十几辆 如驾驶人小八 每天会分大学线 文旅线等四条线路 进行道路测试 立法之后 我们能够站在应用的角度上 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模式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子设立站点 为后续比较合理的定价 有一个探索 智能网年汽车测试应用 分为道路测试 示范应用 示范运营 商业化运营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需要一定的里程积累 满足相关的规定值 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进行创新应用 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阶段 可以在指定的开放路段上行驶 如果到了示范运营阶段 就能够进行收费 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外 三辆载有自动驾驶系统的出租车 一次排开 准备迎接他们的第一位客人 赵方映和团队 正在为获取第一批 示范运营证的冲刺 这也意味着项目离最终的商业化 只剩最后一步 会议续理 一场关于测试区域划定的讨论 正在进行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是很希望可以进一步 推特拓展这个区域 现在存量的马路车 已经有很多不感情 那这些数据能不能先进行 今天在座的 由浦东新区科经委 第三方技术平台 以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 产业上下游企业负责人 借着立法东风 在浦东打造出繁荣的 智能网年汽车产业生态 使大家共同的心愿 智能网年 未来车 实际上主动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 乐大雨林这样一个生态环境 那么通过立法能够让 在生态雨林里面各种玩家 能够放心地在这里面 尝试 是真正的就是 在外面乐大雨林里面 而不是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 那才是真正的生态 反业是蹦向未来 蹦向高端 逐渐我们说要刷营收 刷产值 刷产出 刷各种红利的 那我们法律呢 它考虑的问题可能 更加多维一些 它要为未来的发展 剥刷出法治的轨道 不负诞生之初的阴阴期盼 这片立法试验田 正在不同领域 加速助推改革试验田 批拨斩浪 行稳志愿 作为全国工商企业密度 最高的城市 上海平均每天诞生企业 超过1000家 2021年9月 001号浦东新区法规 就瞄准了一页一证改革 全文不到2000字 条条是干货 明确的行业综合许可 一正准盈 大幅降低行业准入成本 半年后 上海市浦东新区 市场主体登记确认至 若干规定出台 完成了商市登记 从行政许可 到行政确认的重大调整 职业变化的话 以前需要至少 三到五个工作日才能完成 目前只需要一个工作日就行 那我明天就可以来 领新的营业执照 法规不光注重放的这个环节 也强调了在加强风险防范的 市中市后监管 以及用好一网通办 等网上平台来推动 智慧高效的政务服务 也有了明确的规定 那么这些应该说也是 精准地贯彻了国家 换款服改革的理念 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我们感觉到这样一部法规 与我们具体的这个行政部门 与我们的市场主体来讲 应该都是大大的受益的 既讲规则秩序又显蓬勃活力 围绕市场主体发展中的瓶颈难点 普通新区法规还进行了一系列 攻坚肯硬的均入突破 在这间化妆品研发实验室内 上海市药监局化妆品监管部门 以及气审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这一套个性化服务设备的 生产许可设施细则 进行现场调研 2018年 这家国际知名化妆品企业 首次登入进博会现场的定制粉底液 就受到了消费者一致好评 然而根据现行法规的规定 化妆品需要在具有生产许可证的 工厂内进行 经营场所内不得发生生产行为 因此这套个性化设备 只能在美国 日本 以及中国 香港 售卖 这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们参与了开发 我们知道消费者的痛点 但最后产品开发出来以后 只能服务于我们国外的消费者 瞄准高质量发展 浦东新区法规 敢于向深水区无人区攻坚 2022年7月21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化妆品产业 创新发展若干规定出台 进一步鼓励化妆品企业 探索小批量多品种 高灵活度的生产模式 精准研发适合消费者 个性化需求的化妆品 叶成达他们的个性化 美妆产品 终于要从展品变成商品 而在这家国产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实验室呢 邓志强与研发人员正在进行 个性化口红机2.0版本的研发 四年前因为没有法律支持 他和团队研发出来的1.0版本 只能放在展厅数值高格 如今立法为化妆品产业创新撑腰 让他和团队有了底气 以前可能会觉得 我研发可能就是个花钱部门 那对未来来讲 我们会觉得 研发是引领未来赚钱的一个部门 就在这部浦东新区法规 颁布四个月后 国家药监局发布 关于开展化妆品 个性化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在部分地区 开展化妆品 个性化服务试点工作 这个也是突出了我们浦东的 这个引领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让我们更多的企业 在上海能够先行一步 然后在全国层面 能够逐步地有所推广 以立法引领推动改革创新 2021年12月1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 建立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若干规定正式实行 新规对接国际标准 让知识产权保护从快从年 通过这样的普通的法规 由我们地理 由我们普通新区知识产权局 来统一行使这样的 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 包括商标专利 版权以及地理标志 四合一的这样一个 综合的知识产权的执法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 提供有力的法制支撑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这片立法试验田实现质量数量 双丰收 加速度的背后 既有集众人知智的 生动民主探索 也有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的完善制度设计 更有一种始终与城市发展 民生所需同庭共振的紧迫感 为股东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提供了硬核法制保障 我们已经出台的 15部浦东新区法规 它的平均条数只有20.6条 总体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小快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希望条条干货 来实质性地推动 浦东的引领区的相关的建设 那么从一年多的实践来看 我们也感到按照中央的要求 就是与浦东的大胆市 大胆闯自主改相适应的 浦东新区的法治保障体系 应当来说已经初步的形成 紧扣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紧贴群众所思所想所怕 小快龄的浦东新区法规 体现着上海精细化的治理功夫 也体现着试验田的温度和速度 关于改革和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将其比喻为 鸟之双翼 车之两轮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 一年半颁布15部浦东新区法规 上海以立法引领推动改革创新 不仅保障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先行一步的改革 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行 也让法治真正深植与改革的丰富实践之中 从而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权威性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